看一看他在车里干嘛呢 看这门全关上来 难道想不开了 哦在那里呢 出去转转吧 老在车里,老想的乱七八糟的 出去转转三三心 行吧 那就走吧 你就穿这鞋 昨天晚上我的一只鞋被狗叼走 我又找回来淋湿了 只能穿这个了 没有别的鞋了吗 别的鞋没找回来 这边可都是什么 你穿这鞋估计不太方便了 我的鞋都被狗叼跑了 然后要不然就是我自己都丢了 昨天你就是没拿进去是吧 这个路有点 这比胳膊丑动 太难走了 胳膊丑了吗 但回去那路应该吃也不好上 它是这样的 也是隔壁肘的 他们这个路我觉得有45度 一直这种直上直下的 哇塞 好怕 全部就是这种上直 加油50 50时间这样没问题 没问题 就是飞点油是吧 哇塞 真是快45度了 还一直要上吧 哇塞 有猴子 海拔2600 这边茶馆 旅车洗车 这边方便 咱们停到这边来也行啊 有卫生间 但这边高 我的车上不来啊 猴子 咱们没带吃的 带了倒是 我给自己带吃的了 这猴子会不会扎蕾 啊 扎蕾 哦 扎蕾这个是吧 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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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在那 嗯 这猴子还跑到车上车顶了 哎 再给我咬那个 哈哈 咬坏了 天下 哇 这个多 看上边 老多了 我还挺喜欢猴子的 但是 我不愿意被咬 咬还得回县城 那个打疫苗的 对 太远了 那都下来了 对太远 我和莫公又被隔离了 上次咱俩在贵州 贵州隔离 口罩被隔离 今天咱俩又被隔离了 今次隔离三天 这儿一个小的 你看 我发现每来一辆车 他们就赶紧会赶紧过来 完了看没吃的 就会又散开了 对 这人们喂的 喂多了 这儿有好多啊 对啊 那儿有个瀑布 啊 上面的 下来的瀑布 哎 看那个 嗯 小猴 他们都跑到那边去了 啊 那边拨有什么 那边我过去看看 走 咱们 咱们吃的嘛 快点 哦 咱们每天都喂 哦 离远点你啊 去上面吧 都下来了 看你猴子 小猴子 每天都喂 喂猴子 好烂啊 嗯 这么多 鸡子牙子 哎 哎 没事他们一会就吃饱了 哎呀 第一次见这么多猴子 别的那么近 我来拍一下 没说你别的那么近 真的很凶 刚吃东西 对 好 拜拜 拜拜 不打扰你警察了 好凶啊 怕 我可不想去 打疫苗啊 进屋了 我感觉这个是猴王 大家好 今天我和丽娜来到了这个森木扎 森木扎在藏语的意思是蘑菇语的意思 就听说这个森木扎里面的猴子多 我刚才见到特别多特别多的猴子 挺好玩的 现在我和木工业人拿一个这个森子 然后这是刚刚才那个导游告诉我们的 一方万一 但是你不要去那挑逗他 他来了吓唬他就行 我觉得我们两个来到这个森木扎 景区是特别特别不容易 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景点 这边其实挺好玩的 但是不要门票 猴子上来了 都在这个树上的 你往这边来吧 然后这两天我们住车的那个位置叫做乐乡 然后从乐乡那边来到森木扎 大概就是十多公里 但是整个又是上坡 我们现在是来到山上了 看猴子 注意点啊 我怕有大猴子 木工我把我这里泄露了 他们是不是要来 别别别 不能告诉他们我们有事 因为这边喂食 他喂的太严重了 他会拔这个包什么的 那在这个森木扎里面呢 也有一个传说 就是相传梁花生大师来这边 路过此地的时候遇到一个魔女 然后就是在这边把魔女降服的 一会咱们可能会看到一个 特别大的墙壁的瀑布 这边的环境挺好的 这也是一个室外桃源 不过呢 现在是往山上走的 我感觉我又有点搞反了 大喘气 你没事吗 还好吧 哇你看那边都是瀑布 打了 这个肯定是不能剪的 哦你看这个 这个是那个高介石 肯定不行 那个是蛇行尸 蛇行尸 为什么这是一个高介石呢 因为是因为他这有一个嘴巴在说话的东西 可能是 哪个是蛇行尸啊 这个 这个 小的 小的 守护神 做驾装的 就是这个 传说 这边真的很漂亮 很原始的感觉 让我来看一下 然后他从那里走 我们分别包围 哎哟 应该就说的这个石头 就这里有字 真的真的 这个红豆山非常好 非常难得 非常吸引 这么大一步的红豆山 看他上面那个瀑布了吗 这样呢 啊 啊 啊 你先听一下这个山里面有特别多的钟头 要就是咱不认识 应该有 你这往上走啊 啥呀 咋了 哇 这上面好多刺啊 你看 哇 炸破没有 炸 可咬呢 这是啥呀 就是叶子的一种自我防卫 我改掉 高度乱麻的习惯 再炸一下老藤了 这就应该是到顶上了 上面啊 就是有一片空空地 咱们 那边 我来说 也就是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